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妙啊! 肖战又霜若火了《藏海传》跟着享福。 肖战最新剧集《藏海传》再度引发了众人关注, 路透图曝光了肖战在剧中的形象,一身素衣,满身伤痕。 狼狈不堪,瞬间吸引了观众的眼球。 剧情中,他身陷陷害,却又奇迹般爬出,身受重伤。 为防剧透泛滥,肖战每次出镜都穿着长款黑色羽绒服, 至今《藏海传》剧组之曝光了六套服装。 这些服装不仅见证了角色汪藏海的成长历程, 还真实展现了宋朝男子的穿衣风格。 比如青衫,仿宋朝学院校服,清新素雅。 《藏海传》服装组的精心设计体现在每套衣服都量身定制, 突出了肖战饰演角色的气质。 影片的期待值不断攀升, 观众们都在为了一睹肖战的精湛演技而翘首以待。 他的出色表现将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。 期待《藏海传》的播出, 相信肖战必将呈现出一场精彩的演出, 给观众带来一次视觉与听觉的盛宴。 肖战作为古装美男, 备受期待, 他的每次演出都备受关注。 期待着《藏海传》的上线。 肖战将再次展现出他的演技实力, 给观众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。 肖战在《藏海传》中的精彩表现, 无疑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。 他所扮演的角色汪藏海, 不仅在外表形象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, 更是通过深刻的内心演绎展现了角色的复杂性和魅力。 随着剧情的发展, 我们期待着看到他如何面对困境, 如何勇敢地挑战命运的安排。 同时, 肖战对于每一次角色的呈现都充满了热情与认真, 他的精湛演技和专业态度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 在《藏海传》中, 肖战将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充满冒险和惊喜的古代世界, 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, 一同探寻故事的精彩细节。 除了肖战的出色表现, 剧组的用心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。 每一套服装的设计都体现了对角色的深入剖析和历史背景的考量。 让我们感受到了剧组的用心和专业。 这种细致的打磨与精心的呈现, 无疑将为观众呈现一场视觉盛宴。 因此, 让我们一起期待《藏海传》的播出, 一起见证肖战在剧中的精彩表现, 一起感受古代世界的魅力和故事的深度。 相信肖战的演技和剧组的用心制作, 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次难忘的观影体验。 敬请期待! 敬请期待!